在1991年中国大陆的华中华东地区发生水灾 江苏省受灾严重 慈济志工勘灾之后决定也援建八所中小学 还要为灾民盖新家 一年之后呢在1992年的今天 八所中小学举办联合开工典礼 新建的房舍呢 也由慈济志工亲手送上房屋所有权状 慧 乐烈慧 欢迎 欢迎 乐烈慧 整齐的队伍振奋的锣鼓声 孩子们手拿着彩球和花圈 热烈的迎接慈济志工的到来 而村民们则是扶老细幼 要一起参加新学校的奠基和住房竣工典礼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 举行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建筑五四半熟学校建系的开工电机典礼 同时有请同胞有爱 我们台湾同胞对大陆同胞 我们是骨肉相连 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这边同胞有难 我们当然应该来帮忙 师父对教育有个理念 就是说要我们以用菩萨的智慧 来爱自己的子女 要以父母的爱来爱天下的子女 来自台湾花莲 近似金社德子法师和德安法师 带领着慈介之工与新画室领导 共同举行动土典礼 随后再前往蔡高村 因为这里 资介基金会 圆建了六十四间住房 以安置村民 而村子里的碑纹上 也刻下这段 1991年百年红烙的原住姻缘 村民搬进了新房 近似近设的德子法师 将房屋所有权状和祝福信 亲手交给村民 紧接着 资介之工一行人 在转往戴瑶中学 为学校圆建工程举办奠基典礼 来代表我们的会长 上郡下园商人 以及我们台湾的同胞 还内外所有持绩人 来在这里为大家祝福 在新画市46个乡镇的居民 大多以务农为生 而村民相当重视子女教育 却因为收入有限 连带影响学校经费 导致校舍年久失修 再加上水患冲击 影响学生学习 资介之工经过实地勘察 援助当地的八所中小学 以及部分村落的住房 抵达深铁村慈济社区 慈济之工挨家挨户的送上祝福 新房子里居民将慈济制赠的棉被 也派上用场展开新生活 一年三个月后 学校完工启用了 八所慈济中小学 规划了崭新的教学区 生活区 体育区 还有实验区 让孩子们得以安心上学